乌俄战争陷入胶着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要撤换前线指挥官 由参谋总长来接任 而原本的指挥官则会转为副手 另外乌俄双方都坦言 乌东索莱达战役是一场血战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不讳言 俄军承受了重大战损 而俄国总统普廷也表示 占领区的情势相当艰困 尽管华格纳集团宣称 已经攻下索莱达 但是乌军不但否认 还释出了两支养军激烈交战的影片佐证 枪林弹雨中 俄军士兵低头寻找掩护 不过一举一动 全被乌军的无人机掌控 乌军从制高点用机枪扫射 发现俄军躲在墙后 还发射炮弹给予迎头痛击 乌军释出在乌东索莱达接战的影片 打脸华格纳集团 声声拿下索莱达的说法 乌军承调索莱达目前还没完全沦陷 CNN记者实地走访当地 也听见成人依旧炮声隆隆 索莱达战役堪称目前最写心的意义 微星照片前后对比 小镇已经被以为平地 克里姆尼公布会言 虽然取得了进展 但也承受了重大战损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俄方一再强调索莱达告解 是为了向国内宣传战果 寻求社会支持 但无论如何 乌军都会持续奋战 有鉴于白俄罗斯和俄国 扩大联合军演 泽伦斯基要求白俄边界的部队 随时备战 防止敌军进犯 另外随着战事持续胶着 俄国国防部命令 由参谋总长吉拉西莫夫 接任乌克兰前线指挥官 而原本以残忍的作风文明 被称为末日决战将军的苏洛维京 则转任副手 上阵三个月就遭到撤换 对战局有何影响值得观察 成为人编译